嗨,活鸡们,我是富伦方 我前几天在一个中国的重新交友网上看了一个电影 很老的外国电影 你不会死的朋友 我知道,你知道 可上帝知道 我来问问 然后我发现他们竟然用中文配了音 我觉得很神奇 然后如果外国人真的是这么说话的,会是什么样子? 早上好,奥格斯特先生 早上好,活鸡,今天天气怎么样? 奥马丁,快看啊 那是什么? 是不是这鸽子在吃你的三明治? 什么? 哦,不 你这是愚蠢的鸽子,瞧你干这蠢事 它好像像我飞过来的,我的上帝 见鬼,这该死的鸽子 快滚开,干在上帝的份上 哦,活鸡,你快帮帮我 这才不可惜了,我的上帝啊 该死,你快滚开 我要狠狠的踢你的屁股 我发誓,我真的会这么干的,我发誓 不,你不能这样 哦,不,求求你停下来 哦,好极了,我是说他终于走了 这真是糟糕偷了 谢谢你,我亲爱的朋友 是的,奥格斯特先生 这真是个疯狂的早上 我们为什么不去喝一杯咖啡呢? 但是你看过这个配音是谁配的吗? 我真的有点好奇,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口音来配音的 为什么不能用正常一点的 为什么不能用正常一点的 或者你真的用一个外国人的口音 奥格斯特先生最怎样呢? 我不错嘛 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用那么夸张的口音 请你再评论写一下 我也很好奇 我觉得没有人是这么说话的吧? 我觉得没有人是这么说话的吧? 很多人问我是怎么学中文学得这么好 哪里哪里哪里 首先,我的中文水平不是十成十美 我很多时候也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 特别是东北人 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方便问 啥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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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假装听懂 他肯定在说一个很有道理的话 这个更让人以为我的中文十几 其实我听不懂 语言水平越高 学习的时间越长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我和一个学习十年的外国人比 是没法比的 但把我和学了一年的中文比的话 当然我也经常出现口误 我的猴子疼啊 有一次在麦当楼 鸡巴饭 我要一个鸡巴饭,谢谢 Fuck 我在中国学的时候 几乎没有西方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因素 让我学好的语言 虽然不是故意不找西方的朋友 但是如果我有很多西方的朋友 我可能 我肯定会跟他们说英语 但我当时的朋友们 他们的英语水平不怎么样 所以我们都用中文沟通的 我的朋友们有日本人 有泰国人 有越南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能骂人 越南话 我只能骂人 还有韩国人 你好 所以我现在的泰语 挺好的 我早上读报纸 我会买一个报纸读 一开始我可能读懂 百分之三十 然后读懂 百分之五十 然后过几个月 读懂百分之七十 然后现在 还是百分之七十 上课的时候做前排 积极参加这门课 然后呢 如果我有不懂的汉字 我会记下来 记下来 每次放假回国 可能一年一次 我会偷偷的参加 中国人的直播 和聊天房间组 比如说歪歪 那些打游戏的人 我会参加 我会听 他们在说什么 然后慢慢我会听懂 这个让我习惯中国人的各种方言 因为我当时的老师都说非常标准的普通话 但是上课之外 他们都说各种乱七八糟的方言 当时有点听不懂 但现在好一点了 然后我还会去那些网站找老师 找一个中国老师 教我普通话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帮助 特别是在国外的时候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老师 你想在网上找一个靠谱的 比较厉害的 如果你要这样学习英语 我就找一个网站叫 angry-english.cn 他们的网站挺好 你可以找一个外国人跟他们学习英语 他们很厉害 推荐一下 我从这个大学毕业了之后 我回国 我很害怕我会忘掉这个中文 所以呢 我就开始拍视频 我拍视频 第一 我想分享就是我的生活 然后第二 我不想忘记我的语言 我还在努力的进步 你可以听出来我的中文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可能知道我的中文 一天比一天好 因为我每天都拍视频 然后我还要跟你们沟通 跟你们分享我的生活 希望我明年 三年以后 四年以后 我的中文学习英语 就是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牛逼了 我希望我还在拍视频 然后我的视频越来越好 如果你要在中国学习英语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angry.com 找一个外国人 一对一教你 怎么说好英语 我的伙计们 我是傅伦方 下次再见 拜拜 Lali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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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火吉你快棒棒我 这太不可思 Lalipop 火吉你快棒棒我 这快 Lalipop Lalipop 这太不可思议的 我的上帝了 喔火吉你快棒棒我 这快Lalipop 喔火吉你快棒棒棒我 我这 喔马丁快看看 那是什么 似乎 似乎是一只鸽子 抗对话 抗对话 似乎是一只鸽子在去你的三明治 我这不可思议的 我这不可思议的 我这不可思议的